菲律賓海警不是6號有指控 什麼中國大陸最大的海警船 停泊在南海的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內 就是這樣講的是先兵礁 還說這是恐嚇馬尼納 對此大陸外交部翻譯了林健說 先兵礁是中國南沙群島的一部分 中國大陸在先兵礁執法 符合國內法還有國際法 還有一個議題是 菲律賓跟日本簽了一個 互相准入的協定 RAA 允許兩國可以在對方領土部署軍隊 林健也說亞太真的不需要軍事的集團 我們來聽看看 亞太地區不需要軍事集團 更不需要挑動陣營對抗 鼓動新冷戰的小圈子 二戰時日本曾對包括菲律賓在內的 東南亞國家進行侵略和殖民統治 負有嚴重的歷史罪責 日本應認真反省侵略歷史 在軍事安全領域謹言盛行 好 老師你怎麼看 日本跟菲律賓現在簽了這個的 RAA 也就是互惠捲入協定 是啊 日本曾經佔領過菲律賓 殖民過菲律賓 對整個東南亞義父如此 中國有沒有去殖民過菲律賓 沒有啊 在日本佔領菲律賓之前 誰殖民過菲律賓 美國 對不對 雖然時間並不長 可是日本戰後 他的自衛隊的發展 現在軍費得到了這個雙倍數的發展 將會在接下來三年之內 是 所以菲律賓為什麼不看待日本的軍事的發展 而對跟中國大陸只是因為島嶼爭議 各位我跟你講島嶼爭議世界上太多了啦 美國跟加拿大都有 是 菲律賓跟這個馬來西亞都有 是不是 日本韓國 日本俄羅斯 北方是 日本跟我們 中國大陸都有 通通都有 會 你整個國家去殖民 你們要向日本過去做的 不可能會這樣子的情況 而且大家都用第二任海軍 都用海警 海巡 海岸巡方隊來做處理 那這些海警 他雖然叫第二任海軍 但因為他的作業程序是維權 是護權 保障我們的漁民的權利 保障我們的島嶼的這個維權 而不是以戰爭的這種方式 在處理就是說 這個軍事的行動 那但是呢 島嶼的爭議又很容易 情緒化 民粹化 所以呢他很容易很快的就提升 變成一個你在 政治人物內部收割的 得到支持率升高的一個 就是一個訴求一個議題 小馬克思現在就是來這一招 對 他覺得他可以 就是說兩面受益 一方面美國 美國大概不會扣他的錢 也會支持他 另外一方面 他透過這個操作 可以得到國內的支持 好吧 修憲就算不能 但28年 我說不定可以指定我的接班人 我的家族跟別的家族 跟杜特利家族 本來就已經處不好 那因此呢 別的家族合作有沒有可能 他那個算盤打得很精 可是你現在看到的是 他 根本這個叫狐假虎威 那個老虎問題是 胡家虎威的前提 那個老虎要跟著你 對 發覺那個老虎不跟著你 老虎在那邊嘴巴巴巴 就叫幾聲 是 每次發生的說 美非共同防禦條約絕對有效 但是美國的軍事 完全第一時間先跑開 對啊 對不對 美國我們先跑了 然後呢 你胡家虎威挑戰誰 你要挑戰這個中國龍啊 是不是 對 那你反而會造成了一個就是說 在這個島嶼爭議上 當然是不可以讓的 對 所以今天的這個記者會 到了這個記者會提到的兩點 第一個就是針對 鮮兵礁的那個海警船 萬頓海警船在那邊 就是正的那邊 對 你就不要在這邊來鬧事了 第二個我覺得比較大的警訊就是 他認為 那個馬德雷3號在南愛礁 已經從1999年到現在25年的時間 會造成環保的問題 老早已經嚴重了 因為他要解體了 他解體之後怎麼辦 整個環境會破壞 但這不是真正為了環境保護而已 其實他已經覺得可能接下來要動手 對 要拖船 或者是說呢 要怎麼樣 因為現在補給都不容易嘛 對 所以你在船上的這些菲律賓的人員 是不是 要求你要離開 是 你不離開他可能會採取什麼動作 因此我覺得在 接下來 大陸也要出招 因為你不是只有你在維權啊 對啊 我們也在維權啊 對不對 那因此現在菲律賓我覺得完全 說回去 那只能嘴巴上講一講 我們剛剛談到RAA對不對 RAA是什麼東西 RAA其實 他不是軍事同盟 那他也不是軍事基地 但是呢他允許彼此的 這個軍隊跟武器 在需要的時候 什麼時候是需要 演習的時候 作戰的時候 可以進入到對方的領土或基地裡面 不需要事先再同意 這個其實就是美國在 第一島鏈搞的 這不是菲律賓跟日本而已 那菲律賓在去年和美國和澳洲也簽了類似的 RAA 日本在去年也和澳洲跟英國簽了 RAA 不要說跟美國是美日安保 所以美國是從第一島鏈日本菲律賓到澳洲不斷在做這種 他沒有辦法把它變成一個真的小北約 或者是大北約 他甚至呢他現在就用RAA RAA 來去做一個連結 但是什麼意義 真的 意義在哪裡 尤其呢 老師講的一個重點 每次呢只要菲律賓有危難的時候 美國航母就先跑了 所以中國大陸絕對會出招 而且呢這兩個地方絕對不會讓 第一個呢就是萬噸的海警船已經到先兵礁去了 這就是告訴你說你給我來啊 我這個萬噸海警船一定會動手 另外呢中國大陸最近也公佈了仁愛礁的報告 說非法坐攤25年對環境啊 尤其珊瑚礁生態造成破壞 所以呢中國大陸在國際的輿論也要來做了 代表說他鋪墊的是 軍事上或者是海警可能會真的把你呢 破船給拖走 我們很期待包括了是先兵礁 跟呢這個仁愛礁你絕對 不要給我亂來 可能會出手 還有呢說到了軍事底氣 來看到中國大陸 山東艦在進行演訓 然後呢羅斯福號最近跟他路過 真的是相差只有450公里 但是呢羅斯福號不是給菲律賓底氣 你要看清楚啊 7月4號的時候 他在中葉島南方 東南方420公里 跟山東艦的航母編隊距離450公里 結果呢他就一路要走了 他不是要給菲律賓底氣 山東艦他是個航母編隊 有075 055還有052D 054A還有901補給艦 更別說一定有核潛艇 一定有潛艇在下面 加起來是412個垂發 那羅斯福號他加上護衛艦等等 垂發是192個 所以呢真的 我們都知道不可能開打 但是呢這個擺出來的陣仗 412垂發真的對航母有很大的威者 那他是怎麼樣 他是要怎麼樣呢 去前往中東 因為呢現在西太平洋喔會有一段時間是沒有航母存在 羅斯福號趕快從亞洲掉到中東去嘛 這個垂發意思就是垂直飛彈發射系統 那在052D啊在055啊054A 054A有沒有 都有都有 也就是說他有的在這個艦的中間有的在艦的後面 那最近中國大陸我們看到他有一艘052D改裝的海警船 是啊沒錯 他也服役在海警裡面啊 但是把那個垂發拿掉 你海警不需要那個垂發也就是說 他有各種各樣不同的飛彈的發射 那總共就是說尤其是055啊 05112垂發 112這個垂發的這個系統嘛 那 因此我們現在碰到航空母艦喔 以前我們大家都看 啊他的彈射系統啊 他上面的艦載機啊 等等之類 然後呢 他是不是核子動力啊 但 全部都忘記 航空母艦一定是個戰鬥群 對 他現在真正厲害的是這些垂發啊 是帶到後衛了 那你垂發上面發射出來的飛彈 短的至少也有幾百公里 長的可以到一兩千公里的 比如說 東風21 東風英級21 對不對 那都到2000公里以上 而且是超高音速的 那 飛機的話呢 他最大的航程也就是1000公里半徑 所以 事實上他而且受油耗的關係 他加油的次數的影響 也是有限 但飛機當然還是一個重要的 海上空軍的基地 所以當我們現在看到 航空母艦群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這個航空母艦本身 有人說那山東艦跟羅斯福號比 或者是說這個山東艦跟美國的福特號比 但是你要看他整個 護衛 戰鬥群 因此我覺得美國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 馬上趕快閃吧 趕快閃啦 因為呢 老師之前也說了 美國每次呢 只要對於菲律賓 說我的美國爸爸會給我底氣啊 但是他的航母之前還說雙航母都是呢 沒有要給菲律賓底氣而是趕快走嘛 那更別說呢中美最近呢 在南海也說有個電子站 就是之前美國不是進行環太平洋軍演 美國有P-8A在南海投下了 探測器 被撞到海警打撈 另外又看到說 美國的P-8A投下這個打撈之後呢 結果就看到中國大陸跟美國呢 其實也有一些不同 比如說美國派出RCE35啦 中國大陸派出的運9啦 更別說還有呢815的電針船 這些都是電針的這一塊 就導致呢 菲律賓的居民在兩天內 GPS說沒有了訊號 所以呢他也顯示出怎麼樣 我有這個我可以干擾你的能力 你不是什麼提風等等的嗎 但是呢 你這個被干擾你怎麼放提風啦 南部戰區呢 在6月30號了就開始說什麼 我們深夜的時候 有一個無消無息的戰爭 真的很濃厚 這也是暗示說我們真的在 美國在打這個電針戰 真的 這個是6月29號發生的 那美國事實上從沖繩 這個基地 有一艘有一架 RCE35 那就直飛啊 從台灣直飛下來 他沒有走東岸 他也沒有走台灣海峽 過去一定是這樣子 他不會從台灣上空直接飛下來 顯然他是非常緊急要過來這邊 來去協助這邊可能發生的電子 或電池戰 尤其是GPS的這個提供 以及相關的這個探測 所以 為什麼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兩天 7月1號7月2號的時候呢 菲律賓參謀首長就對外宣布 9月底以前 撤堤峰 撤堤峰中島系統 我覺得這兩個事情是有關的 也就是說 美國在這個事件當中呢 知道 中國大陸出手了 因為你那個堤峰 他當初就是放在那個北宋 呂宋的北部那邊 那應該是在6月份 他們做兼併兼軍事演習的時候 美飛進來的這套系統 夜黑風高 偷偷送來 那這一套系統呢 如果用標6的話 他可以打到1800公里 標6的話就幾百公里 但是呢 如果是另外一個的話 他沒有送進來 才可以打到1000多公里 但那個海沒有進來 OK 所以 他就放在呂宋島的北部 呂宋島的北部 那是他們在去年 要答應給美國 增加4個空軍基地當中 4個基地當中 有兩個在呂宋島的北部 但根本還沒有真的開發 所以 只是一個初步的 但他為什麼在那邊 對不對 想要圍堵大陸 我覺得如果這個事情是真的話 而且我們可以推論 他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且比我們想像中 一定要更嚴重 精彩多了 很多很精彩 那一定是大陸這邊 出手了 警告你 你這個堤峰 他針對的就是這個中島系統 你中島系統還在這邊 我們這個 情況就會 更加的惡化 是 那美國就馬上透過菲律賓 的蔡莫總長就 發表了 對要撤出堤峰 因為當初的時候 你把標6還有呢 戰斧 要放在這邊 但戰斧你真的可能 有可能勾到中國大陸 1000多公里 所以戰斧 對 是啊戰斧 然後呢現在看你出來 你不敢放戰斧 然後更別說這個堤峰系統 要撤了 因為中國大陸電子戰這一塊是很強的 你還沒有發導彈 你根本就被癱瘓 GPS就是會被大陸癱瘓啦 好那你看到 軍事上在南海 美國不見得逃到便宜 還有呢 在國際的話 還有你自己內政問題 可以多了 拜登有沒有連任危機啊 最近公開或私底下表達 希望拜登退選的 民主黨的眾議員 已經來到10個人 還有人說 會不會7月中退選 然後趕快辦的閃電 出選 甚至呢還有出現一份呢 支持賀錦麗取代拜登的文件 說呢要傳啊 趕快 誰來當賀錦麗的副手 然後拜登講的這些話引發討論 如果上帝要我退選我就退 還有說我在管理世界 所以我不用接受 認知的測驗 更別說呢還有呢 帕金森市政的專家 被說一共進入 白宮8次 然後呢168位的民主黨金主呢 叫你不要選了吧 我們先來確定一件事情 我想我們都沒有爭議了 拜登已經是個病人 而且他的認知 跟就是 這個方面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每況愈下 然後呢 我們也可以大概達成一個共識就是 如果他真的不退選 真的就被提名 選下去 他大概 不可能會當選 所以拜登不是連任危機的問題 那現在如果民主黨沒有辦法 對這樣一個情況有所 就是作為的話 我覺得大家 也就是說 這個西方社會 尤其是歐洲 對美國 的政治體制就會極度的失望 因為你沒有自我修正的功能 已經連續兩次 第一個 川普的出現 跟他的再出來代表 共和黨 代表你共和黨已經沒有自我修正的機能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 過去的表現言行 然後 在1月6號上的作為 後來被起訴這麼多事情 雖然有這種司法追殺的這種感覺 但他真的是 不斷的有許多的司法案件 這個人居然是現在代表共和黨 第二個是 再加上問題上 對不對 對啊 美國完全沒有自我修正的能力 美國只是就是一味的挺以色列 對 那是已經進行種族滅絕 的戰爭罪 被國際認證的 被聯合國貼標籤認證的 美國完全沒有 自我修正的能力 現在如果說這個拜登病人 還真的被 就是一直就選下去 所以我認為 拜登會退選 你認為會退選 一定他要自己講 但會在壓力之下 他會自己講 我覺得第一個你看民調 他已經輸了給 川普 現在大概回不來了 那是搖擺州很重要的 對 搖擺州基本上現在只剩下 Wisconsin跟Michigan 而且也都是在 就是 物差範圍內 第二個就是 在金主上面都不自殺了 對啊 170個以上 第三個他的議員都不自殺 這個禮拜這些議員要回到華盛頓去開會 然後呢大家現在都來討論 因為所有的眾議員這一次也都要改選 很多的一些選區 他可能要靠這個中間的選民 才取得有勝的可能性 這些中間選民 或者部分的民主黨選民就不會投給他 因為他們不會投給拜登 對啊 那也就不會投給同樣是民主黨的議員 那 參議員這邊是比較老神在在 因為只有三分之一要改選 而參議員 他不一定要完全靠拜登 但是我覺得這也表現出 議員這方面反應反彈很強 第四個我們看到的就是 這個 賀錦麗的民調其實是越來越看好 他被說有39 這拜登之外的第二高的就是他 對對對 那很恐怖 因為我們橫平 橫平臉來講 因為他以前做副總統的時候 副總統哪會有什麼高民調 對不對 那有一些弱點 都會被刻意的放出來 而且是被誰放出來你也知道 所以呢 但是當他有機會的時候 而且他是現在最有機會 因為他是同一個團隊 他被提名 這個 拜登如果退就是他 而且那些政治獻金 一直接下去也沒有問題 我是覺得 拜登 應該要退 而且我認為他會退 因為越來越多不利於他的這些報導 但是呢 拜登他已經講了一段話 他說什麼呢 他說只有 上帝叫我退選我就退 還說自己在管理世界 每天都要接受這個認知測驗 所以呢他到底會不會退呢 你知道這兩天發生什麼事 他做那個肇事大會的時候 他一樣看那個題詞版 然後呢他接受ABC訪問的時候 一樣也講錯話 他在接受賓州的一個電台訪問的時候呢 講得很不錯喔 OK喔 雖然沒看到畫面嘛 結果後來知道那個電台主持人辭職 為什麼 電台主持人 照稿問問題 來稿 就提供給他的問題 結果這個電台主持人被質疑你不夠 這個有媒體的專業 所以他就自己辭掉 是 這個對拜登 你知道 這些事情會不斷的挖出來 很傷的 其實不只是這個 我們再補充一個 其實呢拜登總統 不只在辯論會表現不好 網路上呢 還瘋傳了一段影片 就是呢拜登被說無視一名呢 非裔的女性的支持者 毫不猶豫的走向另外一位 年長的白人支持者 而共和黨的支持者呢 紛紛分享了 然後還要求拜登呢 這個要道歉嘛 而且還說呢 川普應該把這個呢 畫面當作自己的競選影片 一起看看 太陽星全校 克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費有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費有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有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費有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克費有時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按照片 請下 請下 訂閱 按照片 連接 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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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